投资没有绝对的真理也没有对错 只有胜者为王败者为寇 但是市场顺习万变 唯有领先市场动足先机 才能够成为股市真正的赢家 欢迎收听股市最前线 Zither Harp 欢迎收听我的朋友来到股市最前线 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是 领先趋势掌握未来 华冠投资高老师 David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 全国的投资本老师David高敏章 看到礼拜四的盘 虽然是大涨超过百点 但是在录音前 其实David老师有大概聊了一下 有一些很有趣的现象 今天盘大涨了150多点 大涨百点 但是你说今天的盘 真的有一点点的诡异吗 还是 蛮有趣的 有一些特殊的现象 说不出来那种感觉 我们首先先来聊聊 这个大盘涨什么 昨天马上没股涨 所以才被股今天跟着涨不意外 但有趣的是 加全指数是开平走高收高 好现象 但真正涨的东西 涨在贵买指数 这个礼拜 一二三贵买指数连续下去 直到今天贵买指数 涨了快2% 没错 没错啦 有绝地反攻的味道 嗯 但更有趣的是 涨停了股票哦 对 昨天不是有个新闻吗 台积电吗 对 关掉四个EUV机台 是是是 台积电今天有跳出来讲 说我们不是砍单 我们是真的为了升级 所以他是站在设备厂那边的想法 对 关EUV是为了升级 至于为什么是这个时候关呢 他说有没有保密写定 什么那些不能讲 不可以说哦 可能要大概30年吧 待会猜啦 我觉得可是你这样子 他的确是关了啊 真的关了吗 虽然我跟你讲 他真的关了吗 对啊 有趣哦 这个新闻一出来 对不对 我们的老朋友 谁啊 3680加登 今天你涨停 不会吧 台积电的设备厂啊 你认识David那么多年了 你想要台积电设备厂 你会想要谁 就他啊 不就加登 没有谁 那不是升级有什么 哎 今天涨停 好妙哦 所以加登涨停 那台积电应该不错咯 对啊 不错啊 没有啊 台积电没怎么涨 起两颗 两颗 不到一盘 加登涨停 对啊 台积电没起 没 好 今天台积电是涨150点 涨到谁 对不对 好 那个台积电不涨就算 我们来那个 新机发表2317红海嘛 把大只的点出来 对啊 水果新机发表红海 哎呦 涨一块钱 也不到一趴 也不是他 那涨到哪里去了 涨到谁 你知道我今天看了一整个稿上 现在中午12点40几分了 对 我真的不知道今天150点涨到哪里去了 到底这 因为很平均 很平均 所以很平均就是 你也一点点 我也一点点 他也一点点 没 中钢也来一点啊 可是老师涨到中钢啊 好啦所以我说这个牌很奇怪 奇怪在哪里 照理说你看强势的股票 比方说像创意啦 金星科啦 今天大涨很好嘛 老师创意又涨6% 金星科也上去 对啊 没败啊 对不对 贵买指数大涨 真好啊 可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有一部分的资金跑去买钢铁 2031的新光钢 今天还差点涨停 涨6%多 没错 大家知道新光钢的题材是什么吗 你不要跟我讲新光钢的本业有多好 大死我也不信 新光钢的题材是风力发电 对 新光钢是风电股 风电股 不对啊老师 那涨风力发电 所以盘不好咯 也不对 可是今天涨150点 那他也盘不好 你不要不敢讲哦 今天涨白一点 那再看那个太阳能的 6443的元晶 6443 也大涨对不对 涨5% 有没有同时很奇怪 加登涨停 创意大涨 大涨 但元晶也大涨 新光钢也大涨 有 不对啊 哪里不对啊都很好啊 平安刚才跟我说老师不错啊 这叫百花齐放 齐放啊 错 他就是什么你知道吗 等于两边齁 一边在压台积电 一边在压呢 风力发电跟太阳能 而且这两边好像是对立的 是 不同国的 是完全相反的 哎呦 不寻常 照理说风力发电跟太阳能强 这个盘 指数是弱 对是软的 那今天涨指数 又涨了太阳能 对 又涨了新光钢 是 然后呢又拉了加登 对 最有趣的是加登今天搞了好久才涨停 他拖了大概 12点才涨停 快半场了 超过半场的时间 超过半场的时间 才拉涨停板 对 我要先讲了 全国好朋友们 如果你之前 加登 280.89没卖的 这个上去自己的会议了解 好的 因为毕竟位阶很高 我们就不用嘴了 好 所以今天整体来说 今天的盘的确是 很妙吧 某某的 不是他就很特别 你说他不好吗 没有啊 长是好的 对是长是好的 可是他长的标的很奇特 没错 明明这个 长的族群 会联想到盘应该是软的 结果不是 他也是 所以我给大家建议是 这里还没有真正的买点 如果你要晒月亮 简标格的朋友们 今天David是不出手的 江老师没出手 我知道加登记得很容易长天 但我不想出手 因为我今天如果加登买了 大概礼拜一就要买了 这么的短 盘就写了很明显 不然我David问大家 你发现 通常我们认同的是 如果加军指数弱 对不对 台股弱 会长什么 生计 太阳能 风力发电 防御型股票 是啊 今天指数涨 今天生计也有涨 哇 这很怪对不对 然后呢 正统的是拉了创意跟加登 是 没错 醋鼻齁 醋鼻齁 好 那我们再思考一件事 为什么会有这么奇怪的现象 就我们今天的标题 随着9月22号越来越接近 嗯 大家知道9月20号是什么日子吗 9月20号 9月2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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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生 对 息 的 一缸 生息一缸 所以 所以指数 指数又给大家再 往上 所以目前我们来看 以那个 Chicago的Fair Watch 对 联准会 9月份 升息三马的几率又飙高 现在接近80% 是 我今天早上看到的是78% 对 目前来看 我觉得三马的机会 越来越明显 没错 但另外一张图更惊悚了 哎呀 2022年 今年联准会升息 累积 全年会升到15马的机会 又飙高了 75% 全年升息 全年升息15马 意思就是说 后面是321 9月3马 后面再2马1马 321 但我觉得最有趣的是 为什么16马的机率不是0 就是0.1 之前是0 对 因为我最近看到最狠的人说 16马 什么15马 你要我16马 16马我真的会 真的是有点惊悚 好了 不多说 无论联准会9月升级 目前来看 大家尽可能 你自己心里有个底 先抓3马 对先抓3马 3马 解全国所有听众 投资朋友们 以及会议朋友们 9月联准会 你自己心里要有个底 先抓3马 不要再想两马的事 先直接抓3马 你现在下了所有的决策跟动作 先以3马做考量 所以代表他说 就算你今天股票 买了像3680加登 先买能够先掌停 我还是建议你赚了要跑 好 好 因为这个不确定性的因素 不是 是因为大家都做很短 哦 不是不确定 我现在不 最确定的就是 做很短 做很短 哦哦哦哦哦 了解 所以市场就是 就是这么的短 短短短出 哎呦 不然我举个例子给你看 有些股票 虽然那一檔不要讲 那一檔市场店很强 可是他今天很明显 我刚刚跟平華讲 一檔低价 昨天大涨今天拉上去 把他没卖掉 哇塞 真的好明显哦 超明显的 我早就发现啊 我就说你拉这些股票 然后又同时拉太阳能工风电 对 你这一定有鬼 没错 因为市场哦 是个很敏锐的 我想股票上很敏锐 你只要看他拉动 什么样的股票 什么样的族群 你大概就可以抓得出 他的心态是什么 老师那我觉得这样子 手法会不会太拙劣了一点 拙不拙劣我不晓得 好啦有兴趣 跟我们晒月亮简标股 复制创意一个月 430到620的模式的朋友们 欢迎你更好 亲爱的朋友 跟上Dave老师呢 一路大转狂转到年底哦 所以呢 看有没有可能年底前 好我们先来 先穿个三档 先穿个三档 有机金广米新上市 豪市集和台湾最大的有机农场 迎穿永续农场携手合作 在好山好水的花莲覆里 我们气做了一片二十三年来都栽种有机米的稻田 用树菇软锡上游全原灌溉 孕育出鼓力饱满的高雄一三九号稻米 精广米有机白米糙米有机双认证 中广亭有价四包六百六十元 立即上好物市集 02-2362-1968 02-6630-3231 亲老朋友今天Div老师没有出手 所以您都可以轻松跟上 把握我们的晒月亮剪标股 下周一起弯腰剪标股 复制创意 像创意从四百三到六百二 这一波将近两百块钱的价差 想跟着Div老师一起来进场 剪便宜大赚黄 赚到年底的好朋友们 请您务必一定要把握这次的赚活动 看不看能不能在年底前再来个三档 您一定要听从Div老师的指令 所以亲老朋友 中初节到了要做什么 当然是赶快把电话拨通 把握我们的晒月亮剪标股 会员 家人们 好朋友们 想要提早续约升级的 一定要来电做把握 新朋友就轻松跟上 下周一起来剪标股 02-6630-3231 华冠头顾111 金管头顾新字第015号 精彩节目开始咯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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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您持续回到股市最前线的节目 亲爱的朋友今天Div老师没有出手 所以想要轻松跟上Div老师一路大转 狂转到年底了好朋友们 下周我们一起来进场 把握这次的专业活动晒月亮剪标股 老师没有进场今天没有出手的原因 其实您听完了我们的节目上半段 其实你就猜得到 其实很有趣了 很有趣了 所以我才跟平话说嘛 这个今天的走势有点脚踏两条船 对呀 就是你进攻型的股票动了 但是动少数一两档 没错 就是像3680加登或343创意这种 创意对 可是呢防御型的股票也动了 也动了 比方元金啊星光钢这种风力发电太阳能的也动了 对 那不就是脚踏两条船 老师你刚说这些的动了这些的股票 其实是不同的 完全不同面向的啊 刚好是对立的两边嘛 也是对立耶 大盘加权指数涨 通常像加登创意这种容易涨 因为它跟台积电一起的嘛 没错 那大盘加权指数跌 通常元金星光钢这种风力发电太阳能容易发动 发动对 所以过去这一段时间 台北股市从15500 杀到14400 是 元金涨了吗 有 新光钢也动了吗 有 可是怪的是叫今天指数涨 还有一个他 怪 国际国际更怪 哈哈哈 老师到底国际哪一点也让你觉得 好啦 你要听国际的哪一个par 老师刚 欸我们刚是在中场去 其实讲这个 有皇室耶 国际就是被动元件嘛 所谓的被动元件 为什么 就是最被动的那个啊 哈哈 听不懂 讲 来全国所有听众朋友们 台北股市的电子群 非常多款式啊 爸爸就 从你认识的IC设计 西制台 到整个半导体的制造 对不对 研发相关的 到后面的设备啊 dicode一堆 然后你知道什么西晶圆啊 那些的 这些全部撇开不谈 你所用的所有的产品 包括你开的车 里面有个东西 我们分成主动元件 跟被动元件 对 国际就是被动元件的嘛 那被动元件在业内被戏称哦 就是股市里面最后一个发动的 叫被动元件 古如其名 所以我们就叫古如其名啊 你就最被动嘛 所以你最后一个发动 就大家都涨了一大轮之后 就是你发现台积电啊什么的 你所认识的所有电子股都涨的差不多了 哎呀 国际怎么来了 对对 那叫被动元件 哈哈 所以也就是说 别人元件一涨呢 嗯 这个盘就鸟 天啊 这也是为什么今天老师没有出手的原因 我看到国际其实我心都涨了半截 心都涨了半截 心都涨了半截被解的凉了 那你要不要再听国际的帕吗 我国际很多段可以讲 哇塞 你要听在更早以前的吗 更早以前的吗 你知道关之林那一段吗 我不知道耶 我不知道 有讲了吗 我以前讲过啊 大家有听过吗 没听过 我没听过耶 我没听过感情再讲了 你怎么那么喜欢听八卦 拜托 人生 没事 人生难得几个秋啊 不是 中秋节前当然我们要放轻松 我很轻松啊 但是这个东西不要乱讲 当然不行 关琴我们来私底下 我们私底下 我以前好像有听过老师讲 但好像有点忘记了 没关系 你自己改定再想想 是 搞不然你就会恢复你的记忆 但这个活动我一定记得 晒月亮减标股 想轻松跟上David老师呢 来复制我们的创意 这样万位将近200块钱价差 轻松来赚 然后呢轻松来减便宜 把握我们的约会专案活动哦 年底前我们再来个三档 好两三档 好 好 约定起来 对啊 至少先赚个三档好不好 那很厉害耶 可是我先讲哦 那你买点要抓漂亮 一定能 你不要说老师我创意买到500块的 那就差很多了 真的耶 那就少了一半 对 那就直接先打一半吧 打多啰 妈呀 所以老师除了我们刚提到的那些 因素影响到 就像我刚刚跟你聊的嘛 我说为什么今天加灯 明明就可以涨停 为什么不建议你追 对啊 你之前买170的耶 今天200多块你有兴趣吗 嗯 今天最低好像还260 对啊 256 这 老师我还是考虑一下 那这种股票突然赚了 隔天就要买了 因为它这个涨停是不容易锁住的 所以也就是说 今天没有出手的原因一至一 还包括 因为今天是礼拜四 明天不开盘啊 礼拜五是修饰的 对不对 对所以你今天出手 明天到礼拜一 你不见得能够赚多少吗 礼拜五礼拜六 礼拜天这三天 还有美股还会开两天呢 总是会有点点变数 对没错 所以这也是一个原因 那另外一个不确定的因素是 这一档的股票的确是相当的飙 你只是新台币的走行 对啦 新台币对不起 新台币 你要害我笑了 一路往北耶 飘向北方 真的有点夸张 是 我是觉得这不是鼎妙的啦 这真的不是一些好事 因为这代表说 新台币如果保持这个状态 那就是美元很强嘛 对 美元强 其实对台积电 鸿海这种全资股 是不利的 我们讲个比方好了 我们刚不知道加登涨停 创业大涨 对啊 没错 你有没有注意到台积电完全不动 今天明明涨150点 没有 昨天苹果发表新机 鸿海完全不动 他也没到1% 对啊 跑去长什么 什么圆 圆金啦 星光钢啦 星光钢啦 什么什么国具啊 国具也被动的啦 这跟苹果一点关系都没有 没有关系耶 苹果瞬间湿了色彩 对啊 那到底今天长了150点 是长到谁的身上去了 你有沒有发现 看不出来 真的看不出来耶 因为很平均 所以这边一点 那边一点 这边一点 对 但是又拉的不干脆 他就很分散 所以他拉的不干脆 因为没有方向 懂吗 他也是边拉让铃 你看今天加登长停 长这么久才长停 真的 他真的拖好大半场的时间 对啊 不干脆啊 拖到姥姥家去了 目前 拖到胡子都白了 脆弱都白了 对啊 那也这样啦 所以今天我朋友不要认为 今天是大涨白点 甚至在盘中 讲过很多次了 不要看指数做股票 你会错失 里面很多的重要的内涵 是的 是的 人要看内涵 股票也要看内涵 要啊 不然你怎么知道 什么股票真的后面最有机会 所以老 你如果没有听节目的话 你听不到老师讲的这么精辟 今天的内容 帮你拆解开来 每天我们都会尽可能 把股票市场 当天发生的事 有趣的内容 内容 一点一滴帮你拆开来看 是的 其实我们今天讲的股票比较多 为什么 老师 是创意加灯台积电 对 国具 不知道是那个很被动 很被动 然后那个 那个谁 原金是太阳能 是太阳能 新光钢是钢铁蛋算风力内挂的 对对 风电骨 可是你今天扯的蛮远的 你今天那个Range很宽 很宽很宽很宽 差不多住海边的 那种观众 对对对 坐在冰海路上 坐海边 管很宽 但是 你唯有把这些的内容 你把它拆解开来看清楚 可是你把它全部兜在一起 就觉得 老师你这个剧本 兜不容 真的是 这肯定是个渣男行为 因为脚踏两条船 是啊 到底哪一边 他每一边他都要 他都要 对 他都不想放 见过他都要 诶 渣 渣 渣 那个眼神好坚定喔 不是 我刚瞬间想到那个谁 谁 曹操啊 他也渣 你不知道曹操很渣嗎 我不知道曹操渣欸 我的天啊 我只知道太监渣啊 不是不是 那我给你再讲 曹操在历史上最有名的 渣男 嗯 他的渣很特别 是有渣 还有渣很特别 他喜欢的是人妻 天哪更渣 嗯 就是结果婚生过小孩 人妻不可戏 没有 曹操说他没有戏用抢的 哇塞 你不知道 去Google一下 欸我讲是证实喔 我讲不是三文言一喔 呃 这这这这这这 这是他事实 呃 大家不都知道吗 哈哈哈哈 好啦把握呢 呃 活动应该算是最后一天了 因为 虽然赏标股啊 简标股 中秋节将至 我们的活动也要尖尽这个 大家动作快跟 好不好 一定要跟紧跟好 跟满脚步了 下周跟上 Dev老师一起来进场 弯腰捡便宜的标股 那么中秋节要干嘛 晒月亮 晒恩爱 呃想要晒什么 近晚晒 晒毛孩晒什么都可以 但重点回到 礼拜一 台北股市里面 我们一起跟着 Dev老师进场 简标股咯 下礼拜就会有非常好的机会 可以出手 是的 想要复制呢 像创意呢 弯卫将近200块钱的价差 两趟超 操作呢超过200块钱的价差 年底前 一起来跟上 Dev老师大赚 狂赚猛赚 来个三档不为过 好的 一起轻松来大赚咯 把握 final的机会 跟上脚步 节目中呢 再次感谢Dev老师 来到节目当中 OK 下评话 谢谢全国好朋友们 下周咱们一起晒月亮减标股 华冠头股111 金管头股新字第015号 进广告咯 我想要声音好的小收音机 我想买一台好收音机 送给爷爷 我在家里到处都要有收音机 走到哪 听到哪 我自己也想要有一台收音机 中广严选山进收音机 新机上市 PRD32 数位选台的闹钟收音机 造型可爱 方便轻巧 还有立体声双喇叭 中广独家贩售价2000元 请上毫无市集网站选购 02-2362-1968 02-6630-3231 02-6630-3231 适逢中秋佳节三天的连续假期 我们的晒月亮减标股 活动最后进入倒数计时阶段 今天Dev老师没有出手 所以想在下周 轻松跟上Dev老师 弯腰减便宜标股的好朋友们 一定要来点把握 我们这次的专活动错过就没有了 我们更要复制创意 从430到220块钱 一趟one way的操作 将近200块钱的价差 有没有很好赚 那么在年底前 看能不能够再来个三档 所以你更要听从Dev老师的指令字 买点非常的重要 time一点也很重要 中学期要做什么 当然是跟着Dev老师一起来 晒月亮 减标股 吃烤肉 赚账听 活动最后final 错过就没有了 02 6630 3231 华冠投顾 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提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神圣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华冠投顾 111今晚投顾新制第015号